乌克兰接近胜利 学者分析中共与俄罗斯绑死丧中敲响 美欧联合出击斩断北京黑手 非诚庆祝世界法伦大法日 学员感恩民众支持 上海阔太太14万月薪招聘保姆 要求贵士服务惹真意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两岸药文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日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消息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13号出访意大利 他表示 这是乌克兰接近胜利的一次重要访问 分析认为 西方国家已经认定俄罗斯必败 这也敲响了中共的丧钟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13号上午 飞抵罗马和意大利总统马达雷拉 总理梅洛尼及天主教教宗方基克见面 泽伦斯基在意大利访问之后 预计14号前往德国 泽伦斯基在推特上说 这是乌克兰接近胜利的一次重要访问 他13号对意大利媒体提到 乌军的军事反攻行动 很快将采取重要的第一步 泽伦斯基说 乌克兰非常认真地在准备反攻 我知道我们有反攻的动力 不仅是那些知道具体反攻计划的人 还有乌克兰人民 我不能透露 但是你肯定会看到反攻 俄罗斯肯定会感受到反攻 他强调 我们相信胜利 很快就会踏出重要的第一步 近日 乌军在巴赫木特已经发起反攻 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14号表示 乌军正在东部前线交战热点巴赫木特 朝两个方向推进 但是市中心的局势仍然是相当的复杂 俄罗斯13号已经承认 在乌克兰发动反攻之前 俄罗斯方面的部队已经从巴赫木特以北撤退 据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 俄军在巴赫木特北部遭到了猛烈的攻势 只得先撤退重整 但是俄国拥兵组织瓦格纳集团的首脑普里格金之言 所谓的撤退重整其实就是溃败 他还说乌军已经夺取了能俯瞰巴赫木特的制高点 并且打通了从西部通往城市的主要道路 一名美国高阶军官和西方政治高层透露 乌军已经开始在调整行动计划 包括选定打击目标 为部队准备战场规划等 泽伦斯基11号曾表示 乌克兰发动反攻前需要更多的时间 等待西方军援到位 与此同时 美国和欧洲国家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也在不断增加 德国政府5月13号宣布 批准27亿欧元的军事援助乌克兰的新一览计划 包括暴使坦克 装甲车 防空系统 无人侦察机和大量的弹药 这是柏林自2022年2月份战争开始以来 向乌克兰提供的最大一笔军事援助武器 据德国媒体的报道 乌克兰应该在未来的几周或几个月之内收到这些设备 在乌军已经占据战场主动权的背景之下 中共周五宣布将派特使前往乌克兰 俄罗斯和其他国家 讨论所谓的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 但这个时候 中共想扮演和平的角色已经为时太晚 西方社会已经认清 中共的所作所为已经表明 它是和俄罗斯站在一起的 资深媒体人严春沟日前在脸书发文说 一旦俄罗斯战败就敲响了中共的桑中 他分析说 欧盟各国已经在商量乌克兰战后成见的问题 这证明西方国家对俄国战败的结局已经有定论 美国消除了一个心腹大环之后 就可以专心对付中共了 而在中俄关系上 习近平犯了致命的错误 从一开始他就相信俄军必胜 因此始终以中俄合作物上线来定义中俄的关系 就差赤膊上阵了 这一脚踩得太深 此后也就难以自拔了 被迫和俄国绑死在一起 严春沟进一步的指出 中共在国际上已经鼓励 而国内经济形势严峻 大陆社会正呈现越来越明显的末日乱象 人民正在觉醒 中国发生巨变的条件正趋于成熟 临门一脚何时出现 只看天意了 美国和欧盟将在本月底举行的一个会议上 承诺采取联合行动 解决针对中共的非市场行为的担忧 并且就美欧对半导体和其他军事用途商品的出口管制 展开协调行动 5月30到31号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维斯塔格及其他高级官员将在瑞典旅乐奥 举行第四届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 路透社和彭博社都看到了有关这次会议的声明草案 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的草案显示 美国和欧盟将承诺在出口管制 出境技术审查和外国投资管制等安全措施方面加强协调 以反击来自中共等的经济胁迫以及非市场政策和做法 草案说双方将解决非市场行为和经济胁迫问题 并且打算定期举行会谈 力求阻止美欧公司的专业知识被用来支持战略对手的技术 路透社说这是暗指中共 西方国家一直谴责中共的非市场经济和经济胁迫 同时也批评中共强迫外企进行技术转让以换取市场准入 草案还说美欧还将协调对敏感物品 包括具有军事用途的商品和半导体的出口管控 这一声明两次提到了中国 欧盟表示北京在某些领域是合作伙伴 经济竞争对手和战略对手 欧盟计划重新调整对华政策 认识到和对华立场更强硬的美国进行协调至关重要 他们还指在合作打击外国对信息的操纵 包括中共放大俄罗斯关于乌克兰战争的虚假叙述 双方还表示他们致力于和七国集团合作 协调行动抵制经济胁迫行为 例如中共对欧盟成员国立陶宛施加的贸易限制 彭博社本月报道称 本月将举行的G7领导人峰会 旨在通过宣布共同打击经济胁迫 来向中共发出信号 经过将近两年的跨大西洋贸易谈判 拜登政府和欧盟的目标是在本月底 在瑞典举行的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会议上 达成具体的经济成果 2023年的5月13号是法轮大法洪传世界31周年的纪念日 即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 也是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72岁华大 当天美国大费城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数十人 在费城的美国国家独立历史公园的自由中广场集会 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 法轮功学员以多种形式向世界各地的游客介绍法轮功的美好 并且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恶 许多民众在全球声援制止迫害法轮功 解体中共的请愿书上签了字 在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前夕 美国宾州特拉华州各级政府纷纷给大费城法轮大法学会 发来贺信祝贺法轮大法日 褒奖法轮大法为当地及全球民众所带来的福责 并且期望在中国的法轮功学员也能自由公开的修炼法轮大法 大费城地区有21位政要发来17封贺信及褒奖 其中包括宾州州长乔史·夏皮罗 宾州联邦众议员麦克·凯利 费城市长詹姆斯·肯尼 皮斯堡市长艾德·盖尼 以及多名宾州和塔拉华州的州参议员和众议员 宾州众议院也颁发褒奖 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 塔拉华州众议院颁发感谢状 费城市议会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 费城市长詹姆斯·肯尼宣布 5月13日为费城的世界法轮大法日 杰西卡罗素是一名医生 但是以前他多病产生 他说自己曾经尝试过其他的很多方法 比如预加各种医疗手段等 希望能找到解除病痛的方法 他说但是没有任何的方法 可以和法轮功媲美 简直是不可思议 我不仅病痛解除了 还成为了一个更好的人 我非常感恩李洪志师傅红传法轮大法 这是一个很棒的修炼 伊威特·斯加利是一名业主 他说修炼法轮大法让我受益匪浅 一个很大的收益是我能够为他人着想了 以前我很自私 只会想我要干什么 修炼法轮大法之后 我知道了为什么要为他人着想 知道了要善待他人 更有耐心 斯加利表示修炼法轮大法让他脱胎换骨 我非常感恩李洪志师傅 阅读他的著作《转法轮》 我感到自己的生命获得了救赎 感激之情 无以言表 来自佛罗里达州的佩琪女士 也被法轮功学员的集体练功所吸引 她说我看见他们在打坐 觉得很有趣 我想加入他们 因为他们在一起看起来很放松 什么也不想 佩琪女士非常支持法轮功学员讲真相 她说他们在这里做的事情非常了不起 让人们知道在中国发生的事情 传播真相很重要 来自密歇根州的台湾交流学生陈女士 在台湾看到过法轮功集体练功 我蛮喜欢你们的slogan的 这个世界需要真善人 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则上海太太月薪14万招聘保姆的微信截图引起了热议 网传内容显示14万月薪所招聘的为不住家的保姆 工作时间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 服务内容包括给上海太太穿鞋脱衣服等内容 且要求提供跪地服务 还要求保姆身高需要达到1米65以上 体重在110斤以下 高中以上的学历 会唱歌 会跳舞 长相干净 根据陆媒红星新闻5月13号的报道 记者联系网传截图的家政公司 对方表示这一招聘信息属实 中间人则表示这名客户已经以14万元的月薪招聘到了两位保姆 对于跪地服务的要求 惹来不少网友的争议 有网友也质疑这一招聘信息的真实性 认为这些可能是家政公司的营销噱头 一家南京的家政公司的经理表示 这样开出年薪上百万招聘保姆的做法实属罕见 严重脱离正常的价格区间 在这一家政公司的经理看来 不排除是企业营销的手法 但也说不定真的存在这样的小众消费群体 这一招聘信息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有网友认为 雇主题的要求太过离谱 放弃自尊和平等的权利去工作 宁可不要 不过也有网友认为 14万的月薪非常吸引人 并且表示自己愿意接受这样的工作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今天看到一个很多人在讨论的话题和您分享 说是中国的一名网红Jack分享 他65岁的妈妈罹患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在北京就医的时候 三不五时的就被医院催缴交费 让他和家人感到很焦躁 并且医疗费用高达700多万的台币 后来Jack在朋友的帮助之下 带着妈妈来到台湾治疗 医生、护理人员、志工的关心 让他非常的感动 他说自己是自卫的 所以医生还会根据他的情况 给他推荐好用但是又不贵的药物 很贴心 他说刚好爸妈也没有到过台湾 他想借此让爸妈知道 他所深爱着的台湾是什么样子 对于这件事情引发了很多的讨论 有人认为不应该让大陆人跑到台湾 来占用台湾的医疗资源 看看香港的医院如今被大陆搞成了什么样子 这就是前车之鉴 还有人说天天嚷嚷的统一台湾 如果台湾被中共统一了 还能有今天的医疗条件了吗 还有网友说 这个央视新闻联播敢不敢报呢 更是有网友说 台湾之所以能够这么幸运 就是因为我们愿意默默的行善 默默的付出 至于对岸如何 其实对于我们没有关系 个人造业 个人承担 国运也是由全国人民所造 由全国人民所承担 天助自助者 对于今天的话题 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欢迎在留言区说一说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担心错过精彩内容 那么您可以把您的电子邮箱写在留言区 我们会第一时间把节目更新传送给您 谢谢您的收看 周末愉快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